妈妈妈妈 我终于在杭州也吃到正宗兰州小吃了 我一个人吃了 哈喽各位 这段时间兰州美食不是特别活吧 这两天我在杭州也发现了一家兰州小吃 据说他们家的味道很正宗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去look at look at 这是这家干素手工面馆 老板哪里点单啊 我要一个西北面皮 然后一个炒面片 然后再一个炒饭的 一个两个 然后再那个洋芋的一个来的 炒洋芋的 麻辣土豆片它有没有 再来一些 我们看他们家的鸡蛋 哇 这一碗西北面皮 看得好有食欲啊 然后这一碗应该是来做特有的 叫鸡胚鸡 然后就是我点的一个炒面片 还有一个麻辣土豆片 我才发现他们家还有麻辣烫 感觉如果说一会儿吃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麻辣烫啥的 那我们就不等菜上去了 因为我已经快饿点了 先来说一碗西北面皮 它的口感 特别像那个 我以前吃过的那个啥 凉粉 因为我会有点像凉粉 但是它的口感比凉粉 要更加的厚实 真的好香 它这个辣子调味真的好香 然后它这个红红红的一点都不辣 没有我不怕着 我感觉它放进这个汤 给我一碗米饭都能打开一下吧 然后这是一个炒洋芋的 我生平第一次吃 这玩意我给你们看一看 你们看一看这玩意儿 光是光是的 感觉好好玩哦 它的口感真的有一点点像那种猴粉 我要先来尝一口这个甜胚子 甜坯子还是甜胚子呀 你们以为它这个不是那种脆脆的口感 但是它是那种软软的软啪啪的口感 然后里面应该还有发酵 里面有九样的味道 再来一个麻辣土豆片 它这个土豆炒得那种糯糯的啪啪的 而且你们不要看它 这个上面这么多辣椒粉 真的一点都不辣 真的就是那种辣椒的香 它一个炒面片 哇 这个炒面片真的好好吃啊 其实我们这卖炒面片的真的挺多的 但是他们家真的是我为父父多 觉得好吃的炒面片 它这个咪啪的口感是一种滑粉 但是又带着一点点筋道 我已经好吃到味道不辣了 然后就是我给你们这个小宽粉 哇 这个宽粉 你们就是说这颜色 它这个宽粉的口感就是那种 你吃完了吗 我吗 吃完了 但是我没吃饱 我还想再扁 这么厉害 一般一般啦 吃完了吗 嗯 我感觉在地域还是可以的 你点的时候 我看你吃不完浪费 这么瘦怎么这么来吃 那我要一个洋芋包子 然后再一个炒麻食吧 咱家是不是 咱家是不是还有麻辣烫 你拿一点麻辣烫 来咯 洋芋包子 我以为它里面会是那种土豆 但没想到它是那种土豆丝包进去的 拿一点老板说的这个灵魂酱汁交给 加了这跟不加酱真的是鲜饶之鲜 这个酱嫩酱好吃 真的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我真的不够发张 再来一个烧煮干拌面 这个也是老板娘姐姐强烈推荐的 我一个人吃了 老板娘全神看着的不够假 我全是看谁吃的 不是直播是拍视频 它这个面条的口感 是有一点点像那种辣炒子 但是它比辣炒子要更加的筋道 我打算把这个麻辣土豆片给它加进去 哇 这一口也太细纳克了 最后再来一个麻辣炒酥 好了 各位呢 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因为我本人没有去过兰州 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家的味道非常非常正宗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 他们家的味道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他们家有很多顾客 都是那种兰州的老乡 发现价格很划算 都是十几块钱的价格 然后分量都还是挺扎实的那种 OK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嗨 各位 我们今天去吃之前 我们没有打卡成功的那家麻辣炒 我后来在评论下面才知道 那家麻辣炒 它是下午三点钟才开门的 然后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左右 希望这次我们可以去打卡成功 开了开了开了 总算开了 我看到这里有卖囊的 你们看到没有 有卖囊的 我们先去买个囊 像这个产生菜嘛 哇 好大一个棚啊 给你们看一样哦 他们家的菜真的好多啊 这个种类 哇 花菜肯定得要了 天呐 我这个选择恐惧就得到饭了 嗯 看我拿了这一大把 然后再拿猪肺 我真的具喜欢吃这个猪肺 哇 他们家 竟然还有羊肉串 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然后再拿一点 这个是猪小肠吗 肥肠 哦 肯肠 这个嫩牛肉多少一份啊 这份 这个也拿一个吧 嗯 就放这了 然后吃麻辣汤 必定的油条 一定要 对 那好像没有夹子 我直接用手拿了 没事 我不嫌我自己脏 嘿嘿 拿一把 哦 拿一把瓦筍 我找到这个夹子了 然后我们再夹一点主食 夹一点这个粉 我也不知道这叫啥粉 哎 然后再来一点这个宽粉 然后我们再来一点这个豆花 再拿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肉卷 老板你有方便面吗 方便面有吗 就这些吧 在这吃 哇 姐妹们 真的是特别大的一盆 这个麻辣汤 而且看上去好有食欲啊 就给你们看 这个膜 跟这个盘子的对比 这一盆的量 真的非常非常的扎实 底下全部都是料 哇 太扎实了 这一盆 我很庆幸 我今天来的有点早 因为店里都没有什么人 然后就可以比较 更近的拍视频 好 来给你们看一眼 这是老板给我调的一个蘸料 来他们家吃麻辣汤 基本上老板都会给你调一份这个蘸料 然后加一点这个麻辣汤的汤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话筒有点奇怪 就是有根红线线 因为我发现我的话筒没定了 正好他们店里有这个插电线 就可以一边冲一边那个啥 先尝一个它的调料 哇 纯吃的话有点咸 但味道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吃一个没有蘸料的 就是麻辣汤本身的一个原味 这个麻辣汤真的很可以啊 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个比那个科夫要更加的好吃 包括网上很多网友都会觉得说 他们家比科夫更好吃 科夫它的汤底是带一点点那种草药味的 其实有些人会接受不了 它的汤底基本上没有草药味 而且带着一点点咸 好吃 来尝一个他们家必点的嫩牛肉 很嫩 但是嫩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那种 Q弹的感觉 再配一个它的蘸料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 原味会比这个蘸的蘸料的更好吃 因为这样的蘸料之后 它会有点咸 如果说你口比较重的话 你应该会喜欢蘸料 来尝一个他们家的烤脑花 很嫩 而且这个桃花 处理的很干净 没有一点点那种烤味 来一口这个粉条子 妈呀 这个粉条子真的好好吃 哇 这一口 来一个鸡翅 看到没有 直接轻松脱骨 来一个小酥肉 我本来以为这个是糖醋排骨 后来才知道是小酥肉 哇 这么满满的一大块 来吃一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拿的那个 那个什么肉卷吧 嗯 不难吃 但是我觉得不经验 排一个粉肠 这个粉肠可怜 哇 这家麻辣堂附近是一个小学 现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小学生全都已经放学了 突然好怀念小时候的这种 来 真的是时光一驱不复毁 我差点忘了我买的这个馍了 那么大一点下来给它泡在这个麻辣汤里面 这个馍干脚就非常非常的香 来尝一尝这个馍 真的姐妹们 你们来吃这家麻辣汤 去隔壁买一个馍 然后泡在里面真的绝绝嘴 来尝一个丝瓜 我还是头一次在麻辣汤里面吃到 可以加丝瓜的 嗯 这个丝瓜有点点苦 我觉得我来之前不该吃那两大碗米饭的 我应该饿着肚子过来的 因为我感觉我现在有点饱了 各位我还算这么一点点没吃完 我把这些饼带回家 然后我回家之后再加一个方面面就很好吃啊 就又是一碗麻辣汤了 老板光打包一下 肉馍也是真的好好吃啊 今日份麻辣汤消费188 虽然说这麻辣汤吃了近200块钱 但是我觉得是真值的 因为它的量非常多 这一盘我估计 有两三个人的量了 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这一家麻辣汤店 我今天总算是打卡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 大家如果想吃的话要早一点来 因为晚一点的话人就会很多很多 OK今天我们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